在節目開始以前 別忘記訂閱並按下小鈴鐺 不要錯過樂手槽的更新喔 如果你需要樂器的火力支援 也可以上樂手槽的YSOMART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各位的車對面的剪片仔熊 嗨 大家好 今天看到我們的組長 火力展示 對對對 因為我們覺得一顆顆開開到酒 就不一樣的 不一樣風格啦 想說我們本來想說做點嘗試 看起來大家 蠻XX不買單的 今天我們這個火力展示 這些是JAMPEDAL來自希臘 希臘的品牌 蠻有名的歐洲精品的品牌 沒有這樣說 總算被我們搞進來了 最近其實我覺得我們都在看一些 就是歐美的牌子 像是吉他是德國的 校尤其是希臘的 然後吉他可能也有日本的 日本好像還是常常 我是比較偏好日本的 對 我覺得就每個地方有自己的特色 像希臘這一個 JAMPEDAL 我覺得他們的特色就是一個 彩繪很美麗 但光從外觀看 然後再來 彩繪顏色 那個都很濃烈 那我覺得在開始之前 我想問一下熊 你對這個牌子 目前你其實都試過嗎 你覺得對整體印象 它大概有什麼樣子 很暖 很暖 希臘暖男 希臘暖男 什麼東西過了 就會變暖暖的 而且不管他是進Digital的東西 他那個特性都蠻明顯的 我覺得可以直接拿一顆來 先實測給大家看 到底什麼叫暖 好啊 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邊有一顆叫Rattler Rattler 它是一隻蛇的圖案 那Rattler聽起來就是一個 Rat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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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一顆 因為我覺得簡單來講 Rattler 過去給人那種 很… 比較毛病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們也常常在討論 它到底算不算Fuzz 這樣 然後就毛毛的刺刺的這種感覺 然後以像現在的耳朵來說 它可能就稍微 有點尖銳的感覺 然後有點糊 對 可是呢 這一顆我們直接來聽聽看 它打開以後 我覺得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我是說自中嗎 好 自中 你要我先CleanQ 一個標準的Rock Sound 對 然後就是不會那種毛毛冰冰的那種感覺會跑出來 對 而且現在是自動的狀態 像我們過去RAT的那種Filter 之後你開差不多到一半的時候 就是那個亮度就出來了 對 我已經開始 我是覺得這樣搞不好很好玩 好 那我們看看把它Tone調亮一點 而且顆粒版清楚了 對 就我的顆粒完全沒有跑掉 對 就是它的這個 到Tone這個亮度的話 就是它可以再維持一個清晰度高 可是不會鬆掉 也不會閃掉的感覺 沒有錯 然後轉到底嗎 好 我們GAME轉到底 它可以到Tone收回來一點點 對 就是它的更多 其實是不需要的 好 怎麼會有幫助 對 它會是不大容易糊 它都是在一個很安全的範圍之內 它都是在一個很安全的範圍之內 有跟說甜點 Sweet spot很容易找到 門天老師有跟我們買一顆 喔真的假的 那如果把它轉到很亮的話會怎麼樣 我們試試看好不好 你說Game跟Tone要到底嗎 對吧 要到底那麼精 他沒有一個參數弱點 我覺得他把範圍都控得很好 Jump Metal有一個特色 他把那個容易粗暴的範圍都限制住 對對對 不過我現在RAT應該沒有人想要去測他的Logan 我覺得這差不多 可是RAT系的破音蠻常被測Logan的 喔真的假的 我拿去聽聽看好了 它是可以到幾乎Clean的 哇塞 其實很不錯喔 出乎意料耶 出乎意料 大家有聽到 我們說的暖的感覺 對對對 其實今天我們看到所有的效果器 我說那個暖不是只有破音而已 所有東西打開你都會覺得暖暖的 就是如果你覺得你的音箱太尖銳太硬 你可能是數位模擬 或者是那種電晶體音箱 你就過啦就是 就暖起來 超荒謬的 但真的它的東西就是這樣 可是它又不會因為做暖這件事而導致糊掉 對我覺得他們家的優點是在這裡 真的我覺得它那個顆粒自己開到最大 它都是維持在一個很飽滿的狀態 它不太會變撕裂 換我嗎 好 開一個 這個是之前介紹過的嘛 這顆是Lucy Dreamer 他們家算是 他們家 代表性的TS9 對代表性的 Tubescreamer TS808 Tubescreamer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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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我開的是後段喔 喔是喔 我開的是後段 如果是中段的話更 而且你的GAM不小 你的GAM是不是到中間 它有一個M 這是Mix的意思 所以它是可以Blend clean down進去 然後它這邊不是還有一個 這是一個它的內部的 不是說鎮壓不對 反正它就打開就變high gain 就是我現在先彈一下 我先彈一下 我有時候會say這種事情 我讓它clean tone保留很多 但是我say一個很破的 GAM很大的東西 它就有一些地方又有那個毛邊出來 略帶髒位 對 喜歡這種可以blend clean tone在裡面的tube screen 對 因為它就可以解決掉高低頻的問題 它高低頻過少的問題 我覺得是可以解決掉 就它的顆粒可以補足那個低頻不見的感覺 對對對 所以 其實這個GAM 我已經夠用了 就你一般的Rock的感覺 你以你需要的tone來說這樣就可以 我其實已經夠用了 嗯 我覺得已經超級夠用了 如果是我的話啦 因為我現在真的 對GAN的要求沒有那麼高這樣 啊 對啊 我自己很喜歡這一顆 那同樣是燈泡圖案 我會看到這邊有一顆藍色的 Tube Dreamer 也是Tube Screamer 就是這個是比較依照原版去調整 那這個是他們自己在MOD比較明顯的 來跟大家做一些介紹 就是這兩顆都是基於TS808啦 然後它這邊有個加減的這個開關有沒有 其實是Lucy Dreamer用彩的這個踏板開關 然後他們兩個第一個最大差別就是這個開關嘛 一個是用波的一個是用彩的 再來是混合Clean Tone的比例 它有一個旋鈕在 它沒有這個東西 對 然後重點是呢 Lucy Dreamer使用了一張秘密晶片 秘密 多秘密 多秘密就是 我把背蓋打開 我要想說看那張晶片到底怎樣 他把那晶片的編號都抹掉了 哇塞 對 那所以 這兩顆 在價位上有點差別啦 嗯 對不對 但是就是 基本上聲音的向性是接近的都是溫暖派的Tube Screamer 但是呢 他的聲音跟他的聲音還是有一些不同 喔 我們來聽聽看 這jours Cheng 另一段World 目的 還有 材氏 成人 很Rock的感覺 然後他這邊有開關 我剛其實有把它撥開之後 因為聽到他低頻的GAM多了一層 如果你要說這兩顆最直接的差別的話 他的低頻比較肥 中低頻的位置比較肥一點 但他就沒有那麼肥 這一顆我覺得他還是有帶一點Clean tone在裡面 對他還是有帶一點Clean tone 只是他不知道哪裡可以跳 啊今天逛跟觀眾先補充一下 今天雷哥使用的音箱模擬是一個英國系的 比較音系的 啊我用的是美系的這樣 跟我這個人完全不搭 你是拿Telecaster的 也是吼 不過這樣講起來的話 如果是HIGH GAM的我們試試看如果 因為通常Tube Screamer都是拿來booster過癮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來測試看這兩顆 走 是 從來 是 是 可以 是 是 就是火力夠啊 你可以感覺很凶狠的感覺 然後你稍微再亮一點 那bite的感覺又出來 對啊 但是它維持著好明顯的tone 就是它那個聲音的存在感好強烈 因為跟我對這個牌子 最早我第一印象是有差 因為它其實很多模仿經典音色 像平克佛洛伊德之類的 然後那這顆是什麼 這顆是 名字好難念喔 Harmonymous Monk 它是一個Harmonic 加上Chamelo 對合在一起 聽一下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很有趣啊 然後它中間還有一些開關嘛 像你把這個播過來的話 我記得他是只剩Chamelo 這樣他就是只剩Tramelo 然後他這個開關是波形幅度的改變 這樣剪的話會比較soft一點 有沒有他那個Tramelo震盪會不會硬 然後這個深度淺度 深度啊速度啊音量 我覺得這顆比較像那種Modulation 就是一顆然後他是各種 你要的Modulation感覺好像就是都在的那種味道 可是他沒辦法就是分開開 因為他另外一個加速嘛 所以 這一顆我覺得蠻有趣的 他可以做出一些蠻 我覺得蠻是這個蠻提花的聲音啊 他們兩個主持人會想要出來 對他們兩個也會想吃的東西 對普通的東西玩多了你想搞點花樣 對 這真的很Lapelo秀會想要做音色 這顆真的超高拐的耶 可是如果你要解釋他是一個像 你就說他是一個Modulation 其實概念就還蠻清楚 講到Tramelo的話 這邊其實也有一顆 就單獨的Tramelo Chill Chill 這顆就叫Chill Chill 到底有多Chill呢 他可以很弱 完全沒感覺的 對 假如說我們把他弄極端一點點 像這個是Speed 就是速度 對 然後這個是他的 等於說有點像深度的感覺 對 就深Deep 對然後他的音量可以獨立調整 所以你可以很小聲 我覺得這個都是因為他們基於TR2這集 啊 然後 因為TR2有個巨大的老毛病 就是音量會很小 所以大家都加一個boost 去把他加強了 我覺得我很簡單就是開個破音 我們來個經典 我覺得他的波型是蠻溫和的 對 他不會那種很尖銳的高高低低 可是就他可以到擺盪幅度很大 對 就是擺盪幅度大 我覺得是必備的 只是他那個波型是很soft 對 他沒有那麼硬 我現在也很好奇你對面那顆 因為我這個藍色嘛 就我們走一個極端值 你知道嗎 紅色 一隻熊欸 Red Monk 上面一個紅色星星 這個是酷寒戰士嗎 Red Mark 他是酷寒戰士 你這樣講也對啦 跟俄羅斯有關嘛 對對對 他是Big Muff Big Muff 然後是Triangle版本 就是最早期的 欸不然是CB War版本 跟Triangle版本的融合體 再加上Jump Pedals概量 剛剛講到內戰的 完全是酷寒戰士 最後就是 CB War版本 然後這邊還有開關是會再加一個boost上去 還有boost他就是麻到俄羅斯麻到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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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 4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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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他變有點像方波的那種銀色的感覺 而且整體來說他的存在感蠻明顯的 對呀我覺得以B-MO來說算蠻好聽的 目前看下來 至少我們一二三四顆破音都已經玩過 對 它都是暖藍 但還是有存在感 對 接下來 我最喜歡的 Waterphone 熊已經準備要預訂 沒人買他就要搶走 有人買就必須讓出來 有人買我就得讓出 沒人買我就收了 所以想讓熊痛苦的人 趕快下單 Delay 拉麥也是 我們附一顆熊菜 你現在以我的 以我的開心來作為祭品 來出一個 我們出貨的時候 就附一張你這慘叫的照片 不要 Waterphone 它是一顆 chorus chorus 就modulation 說實在我覺得 它很多音色上面 我覺得已經超過 我對chorus的認知了 對對對 我們大概先聽聽看 那我能看到這上面V就是比較vibrato 就是有點搖擺的感覺 它就是一個很傳統的那個 CE1的那種改良版 一邊是chorus 一邊是vibrato 這樣對不對 然後稍微速度慢一點點 因為像我自己是 好陡啊 對我是不太那麼搖的人 然後呢我們看到這邊有個 就剪 那它會聽起來感覺就是 就它稍微那個波形 比較soft一點 比較軟一點點 它的加減這件事情 就是hard跟soft這些事情 對對對 然後像我自己 我很喜歡做一個聲音 它是配合一個 overdry效果器的 就那種工業搖滾 就它那種chorus加進去 而且它因為加這chorus下去 我覺得它整個音色上面是更有空間感 它並不只是說只是有抖啊 這些東西 它的空間感飽滿度有提升蠻多的 我那天拿回家拍東西啊 然後我第一次一打開就開始彈forgeover 我試過很多的chorus 稍微音色上面是不太一樣的 就它比較它的感覺跟像vibrato trimol這種感覺接近度比較高一點 對 所以變成說它的音色更自然 我覺得不是那種硬扭曲的感覺 我是覺得你在調它的加跟減斷 這件事情其實是差很多的 因為你只要切到加段的話 你說的那種比較硬去扭曲的感覺 57.7 突然有個從但不會出來 ionen双 G 空般超大 垃圾 enquanto宣稱 photos 非常的好聽 它是一顆非常有趣的delay 怎麼講 一般來說我們以前解釋過delay這件事 Digital是 頻率相等的fade out analog是高頻先消失的fade out echo是低頻先消失的fade out 我們先來聽一下它的特性 消失的方式好像不太一樣有時候是高頻先消失有時候是低頻先消失 後來我因爲這件事情我糾結超級fade out 因為它上面有寫說它是盤代式的聲音 有人說它是bucket brigate的聲音 我想說wadaf 然後 因爲這兩個對我們 對認知來說它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它是完全不同的原因造成的空間效果 Buget Brigade是Analog Delay 它是在訊號之間不斷傳遞去堆疊的聲音 最後在過程中損耗那個訊號 但Tap Echo是用時代去記錄的 所以它們兩個聲音特性不一樣 後來發現了 你Punch大的時候 你前面給它音量大的時候 它會比較偏向Tap Echo 然後你Punch小的時候 它會比較偏向Buget Brigade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原理到底是哪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很怪 很酷啊這一顆 對所以我很想買 老闆你有聽到嗎 我現在這裡面最想買這兩顆 因為我已經有DoubleDreamer了 所以我就是兩位Dreamer就先不用這樣 因為DoubleDreamer就是二合一嘛 它還有一個二合一的版本 為什麼你還要在這邊爆掉你也有 不然大家說你就是不買 在那邊推薦 在那邊裝傻 我有 只是這一次我沒有叫DoubleDreamer 因為DoubleDreamer比較貴 對因為它是二合一的 它二合一加起來價格 比這兩顆直接加起來當然是便宜一些 但是它總價就是比較高 所以這是還沒有先叫 然後像剛剛講到Chorus的部分 Waterfall是有專門為貝斯設計的版本 WOW 然後Lucy Dreamer也是有專門為貝斯設計的版本 然後Red Mask Red Mark吧 Red Mark也有為貝斯設計的版本 WATSA Rattler也有為貝斯設計的版本 哇它真的好貼心 對所以就是各位貝斯手們 有興趣的話也在下面留言喔 我們其實下一波應該是都會進 就全部都會進 全部都會進 應該是全部都會進 還有那個一個要一萬多塊的娃娃 我不知道有沒有進 Delay Mark的話它還有Tab Tempo功能 而且它有三種拍號可以選擇 然後那個我最喜歡搞的啊 欸不過剛剛那樣是安全耶 就是它沒有它回來 可是不會回來到 嘩啦整個炸裂的那種 嗯 這個真的很好聽 好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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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剛好聽到火車的聲音 還哭 全開我都覺得他整個聲音聽起來是對的 這就是他們家的特色 對他很安全我覺得他就是讓一個 假如說你調痛有些問題的人 調痛有些問題 假如說你是一個調痛全新的新手好了 這個看下去就是你以後在學習的過程會很辛苦 因為你前面前期實在在這個舒適圈實在太大 所以說呢我們的 Jam Paddle 我覺得他是說像我們常聽效果器的人 我會覺得他真的很好聽 那如果可能一般來說 如果你剛開始接觸效果器的話 這些是你一個很安全的效果器 但是一個安全的選項啊 不過相對 以 Jam Paddle來說的話 他的價位是比較偏高一點點的 比較接近我們常講的補聽價 不過我們現在賣的價格呢 如果大家有到他們官網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我們賣的價格基本上 跟官網是一模一樣的 就我們沒有再另外去展示什麼關稅啊 運費這些東西 你確定要講那個 什麼東西就到這邊剪掉 就是那個他們官網都美金價 你匯率算過來多少 大概就是多少 對就差不多接近 但我們有一點彈性空間好不好 那會有彈性空間啦 對現在美金比較貴嘛 那我們就大概hold在這個地方 運費關稅我們都幫你吸收掉了 所以有想要買 Jam Paddle的朋友 也就直接跟我買就好 你也不用到官網去 因為官網其實 除非他官網做其他活動啊 對 不然的話不會比較便宜 因為你買回來的時候 還是會有關稅跟運費等等 這些我們都先吸收掉 我們就讓大家在台灣 可以用官網加買到 這樣 對 想要 Jam Paddle效果器的朋友 歡迎到我們的YSOMAR 上面用 我們現在有的庫存 就在我們桌面上 還有 我們目前進的品項是這邊 對 所以有想要什麼的朋友 可以提前跟我們許願 或是預購 我們之後應該會 下一批貨 應該會開預購 就是希望大家到時候再相挺一下 覺得HELLO真是好東西 請大家就與心知大家告訴大家 好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麻煩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隨時會有最新的器材消息 還有追蹤YSOMAR的Instagram 還有Facebook 沒錯 我們都把連結放在下面說明欄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請降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